奇怪 因為剛才繳完稅 然後又收到了一個要繳稅的通知 而且是香港政府要我繳稅 民眾手裡拿著香港報稅通知 因為外皮是綠色信封 被香港人俗稱綠色炸彈 但張先生充滿問號 他是駕槓台灣人 工作生活都在台北 卻被綠色炸彈跨海轟炸 跟香港我也沒有親戚朋友在那邊 也沒有任何的投資 也沒有任何的旅遊 摸不著頭緒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也收到 然後我們都是SOHO族 都是自己開工作室 整個在做這些稅務報表上面的 一些格式 我們那時候是開玩笑說 他們這個詐騙的 這個細節做得很用心 張先生是台灣SOHO族 沒有香港身份證或居留權 和香港也沒有資金往來 最近五年沒去過香港 懷疑是詐騙或個資被人盜用 致電香港稅務局 對方查明檔案碼後 2017跟2018年 香港稅務局人員回覆 系統內確實登載了張先生資料 但不管是2017年還是2018年 甚至更早之前 張先生都沒在香港工作過 也沒有說因為什麼 像弄寫錯或是名字不一樣 這樣的狀況 很顯然是 有新人士 就是可能就是利用他的個資 去報香港報稅 然後因此讓你課稅 警方研判 張先生和他的朋友 個資被盜用機率非常高 建議民眾如果收到 深繳香港稅務通知 先打給香港稅務局 查核文件真假 也不要回傳申報表 同時只會家人 以免資料被詐騙機房 拿去射圈套 疫情關係 台灣報稅季節延長 來自香港的稅務單 很不尋常 記者陳旭 簡鴻奇邵玉敏 台北新北報導 記者 李宗盛